目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针对性的有效药物 暂未知第二代人传人的情况 大家都比较担心出现超级传播者 在昨天广东省的防控情况通报会上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表示 目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形势变化很快 如果出现超级传播者 意味着疫情将进一步扩散 我们首先是让它不出现防止病毒变化和适应 那么现在最的比较大的担心是出现这个超级传播者 这个超级传播者要出现的话 那就是个大问题 我非常赞赏就是我们国家 就是国家把这个提到很高 而且放在前楼 放在预警这么一个位置 现在要出现 已经知道它出现人传人 那就说一个就是对这个患者的严格的隔离 对这个紧密接触者的密切的追踪 这个恐怕是最重要的 只要这一环把它抓住了 而没有任它发展的话 我不太相信会像以后SARS那么充分发展起来 这个做法我感觉到是非常正确的 就是作为这个临床的角度来说 这在把它防控在放在战略方前移 放在前头这是最明智的最有效的办法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针对性的 有效的治疗药物